好,凡人的痘痘,很多时候呢,我们皮肤看起来就是比较恶心,平常还有恶心就是因为脸上长的那些不该长的东西,影响人类的美观呢,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人会有这个痘痘呢,今天呢就来扒一扒他的皮哦,所以庆顺期有什么烦恼,OK,所以烦恼的呢,莫过于,你比如说你在13岁14岁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痘痘的困扰哦,以前呢,我们,我还记得了,因为我这个人记忆力是蛮不错的,我自认我的记忆力不错啦,然后呢,那个时候呢,我记得的就是呢,我们的科学的课本上面会有写哦,你在青春期上面呢,长斗,是很正常的事情,很正常的,啊,在这边啊,只要呢,我不懂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写的,but,我自己呢,去做了这些功课之后呢, 然后呢,一直去研究这个皮肤知识,然后呢,你会发现到呢,其实你看,到了青春期,不定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长的,对吗,有些人他会有痘,有些人他会没有嘛,对不对,其实呢,你的脸长斗是不正常的,我先这样子跟你讲,如果你有孩子,你有孙,他是在长斗的话呢,OK,肯定是失调,肯定是失调,第一失调, 第二呢,啊,他卫生习惯不好,OK,第三呢,饮食习惯不对,肯定是这三个,好,OK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啊,OK,来,我们来看一下啊,青春痘的学名呢,叫做坐窗,是一种皮肤病人,他其实呢,不只是挑青春期啦,在其他的时间呢,也会在你的脸上冒啦,所以一直以来呢,如果有频繁去长斗的人呢, 应该要更注重就是自己失调的问题啊,分泌,OK,内分泌荷尔蒙的问题,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脸部的保养,第三点呢,就是你吃的东西,这三个啦,我们从这三个去着重,OK,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要怎样才能确保我们的痘不能长出来呢,想要知道痘是怎样没有的,首先你要知道呢,痘是怎样来的啦,OK,第一点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呢,是 从头的biology,啊,从头的科学,不是biology啊,从头啊,14岁时学的科学啊,每一个人都会学啊,你问回你的孩子,你的孙肯定会学这个东西的,我们肯定学皮肤,肯定有的,OK,皮肤呢,基本上,OK,我们以basic来讲的话呢,它就分为三层,表皮,真皮跟皮下组织,啊,表皮,真皮跟皮下组织,然后呢,在真皮层这里呢,长着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包括什么地方呢,包括你的 你的脸蛋,OK吗,然后,它的原理也跟你的头发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呢,就叫做毛囊,OK,另外一个呢,叫做皮脂线,一个呢,叫做毛囊,另外一个叫做皮脂线呢,毛囊呢,是负责长毛的啦,然后是帮你蒸发水分啊,排热啊,这样子的啦,然后另外一个呢,是皮脂线,皮脂线是做什么的呢,皮脂线就是负责产油,它并不是把,它并不是无端端去产油的, 这个产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保护你的皮肤,好吗,隔绝皮肤外来的细菌跟内部,好吗,就是说呢,只要你的皮肤表面呢,有一层油的话呢,这些细菌呢,病毒什么东西,并不会很容易的侵蚀到你的皮肤里面,好吗,它都会有的,OK吗,然后呢,这个构造有点复杂,拔想成是一个长期就好好理解的,所以呢,我们的工厂里面呢,有毛囊跟皮脂线,OK, 一个呢,是有油,OK,一个呢,就是负责长毛的啦,然后呢,皮脂呢,有保湿滋润的作用,就像刚才我所说的,隔绝啊,保护啊,保湿啊,等等啊,这一些,好,然后呢,一群步数之客呢,却让我们身体的造油厂产生了套论,是什么样呢,第一个,就是熊激素的挑动,OK,熊激素呢,并不是只有在男孩子上面有罢了啦,OK,女孩子也会有的,好吗, 所以呢,如果女孩子长痘的话呢,荷尔蒙失调的话呢,只有,让你长痘的荷尔蒙就是这个熊激素,好吗,你们继续来,OK,你们讲什么荷尔蒙失调,只有这个失调,这个失调你才会长痘,这样子吃出去就好了哦,有一天呢,造油厂里面来了一群肌肉呢,就是这个熊激素啦,然后呢,在这边的时候呢,如果熊激素,它突然间飙升的话呢, 我们呢,就变到很容易长痘痘,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角质细胞啊,这个角质细胞呢,就是因为呢,它的失调的关系哦,配合着这个失调的关系呢,这些女孩子呢,看到她好像觉得,哎呦,很兴奋的样子,哎,sorry啊,这边有点乱了,这边还对,OK, 然后呢,它就变成,哇,让它变得很兴奋的,一下子呢,就制造更多更多的油出来,然后这个更多更多的油呢,就慢慢的阻塞,OK 然后呢,这个阻塞的过程呢,我们就叫做角质增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角质细胞,让它突然间增生起来了,好吗,然后呢,它阻塞过后呢,然后我们的这个油脂,分泌旺盛,因为熊激素的刺激的关系哦,分泌旺盛的关系呢,就导致它塞在那边,所以呢,过量的皮质呢,被角质细胞堵塞了之后呢, 就会鼓出一个小胞,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粉刺,所以跟你们说啊,粉刺呢,基本上就是你们所听到的闭口,或者是那个发炎啊,就是皮肤发炎啊,就是说哦,它还没有长那个浓包出来的那个,啊,好吗,然后呢,最初的粉刺也叫白头啦,然后被氧化过后,然后慢慢的就变暗,就是你们讲所谓的黑头,所以呢,毛孔里面堵的一团乱,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堵塞了之后呢,这种浓窗的东西呢,一样的,它们就会很容易形成这个细菌,这个细菌呢,叫做坐窗饼酸肝菌,先跟你们说,这个细菌的传染性很高的,啊,传染性很高的啊,所以呢,它就喜欢搞破坏,然后偷皮子吃,然后呢,看到我们的皮肤有油的话呢,它就会送到这个油味了,就过来了,哦,所以呢,当然了,我们人体的 保卫都也不是吃素的哦,因为这些,呃,看到有细菌的话呢,除了你的胃,像之前我讲的那场课这样子,除了你的胃之外呢,啊,免疫细胞它能到它任何它想去的地方,OK,所以在这里呢,免疫细胞就过来,为了要做什么东西,为了要把这个,呃,皮子,啊,这个什么, 哦,这个细菌哦,这个肝菌呢,坐窗饼酸肝菌给杀掉,所以呢,它在这边打蛋的过程当中呢,就这样子长粉刺的地方,因为免疫细胞互相互殴的关系呢,就开始发炎,正式升级为丘诊,啊,这个就是你们,呃,最常听的,哇,到处都在长多多那一个啦,好吗,粉刺呢,一开始呢,它是比较小,它没有这样,没有这样明显,没有这样浓的,然后呢,慢慢的,它就是因为呢, 你开始在那边,长出来之后呢,有那个白头之后呢,慢慢的就会有细菌的滋生,然后呢,细菌的滋生呢,就引来了免疫细胞要打它,只要免疫系统攻击的地方,OK,这个是Diorian啊,这个肯定是对的啊,不管在你的身体的血管还是什么地方啊,免疫系统一开始打架罢了,你那个地方肯定会发炎,OK吗,可以吗,OK,不管你血管里面啊,受伤啊,血管里面有细菌, 什么东西,免疫系统开始去打架,这个打架的过程呢,肯定会发炎,OK,因为为了要打架,你的白细胞会发出一个细胞因子来杀死它啦,这个过程当中这样, 呃,会有自相残杀的那种情况哦,很,然后呢,就会引起,那个部分哦,打架那个部分肯定是会发炎的啦, 你们想象一下战争的时候,啊,那个地方打,打乱了之后,是不是到处都是有烟火啊,然后,呃,非常的很,树木什么都死掉了,那种感觉很凄惨的那种感觉啦,就跟你的皮肤这样子一样就好了,我们体内当然也是这样子的啊,所以呢,这玩意就是我们常说的,青春痘,好吗,所以呢,主要还是因为呢,青春痘的时候,啊,青春期的时候呢, 青春期的时候会表示,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会表示呢,第一点压力,因为呢,这个基数呢,是我们的脑下垂直发出来的,OK,分泌出来的信号来的啦,所以呢,如果你的脑呢,休息不够,然后呢,烦躁,然后呢,心情不好压力啊,考试等等这一些东西的话呢,就会让你的那个大脑,它乱掉,啊,它就会把这个熊基数哦,会更加多,当然, 并不只是这些啊,呃,还有说呢,我们去吃那些基数类的鸡肉啊,啊,长肉机的肉啊,这些东西,这些都是可以导致我们基数乱的那一种,呃,其中一个原因啊,好不好,我们从吃的方面来说啊,OK,如果免疫系统打赢了细菌,多多就会消退,可是如果打不过的话呢,啊,就会产生农暴,OK,免疫系统就是惨烈作战,因为打不过的话呢, 免疫系统他就会开始叫他的救兵过来啦,然后呢,救兵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呢,就导致呢,哎,打不过就叫来,打不过就叫来,然后像,我之前讲过那个喉咙的那个原理,是一模一样的,那个时候我师傅讲过,呃,如果有细菌来打NK细胞,他打的话呢,他又不要去清理那些尸体哦,把他不去清那些尸体的话呢, 然后慢慢的这些尸体呢,他就会全部,呃,在那一边,然后导致呢,我们的这一个呢,呃,这个痘痘的这个炎,呃,状况呢,只会越来越严重罢了哦,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说所谓的农业啦,可以农包农业啦,大家明白了没有,啊,然后呢,就跟你们说啊,因为这个,是细菌引起的话呢, 那么这个痘痘呢,他会扩散,基本上呢,如果你偶尔是长一粒,长两粒的话呢,哈,那个可能是其他的原因造成的,但是呢,你长到你满脸痘痘,肯定是细菌,OK,肯定是细菌引起的这一个,所以呢,在这边你要做的是什么东西,第一点你杀菌,杀菌很重要,第二点呢,我教你们啊,这个时候啦,你们要提升的是什么东西,提升身体的免疫系统, 特别是聚氏细胞,还记得我讲,之前讲的课吗,聚氏细胞的工作是什么东西,聚氏细胞最主要的工作是吞噬,它吞噬什么东西,它就吞噬这些死掉的免疫细胞,死掉的细菌,所以你看啊,为什么有一些人呢,他们吃了,呃,以为的胃势汤,他们的皮肤会很好,啊,除了益生菌能帮到你之外呢,里面的普氏糖也能帮到你们的好吗,只要你身体的聚氏细胞哦,聚氏细胞哦, 他的工作不像你,呃,不像其他的NK细胞啊,白细胞这样子乱打,啊,去打敌人的,他的主要工作是做清洁,啊,做清洁好吗,他把你身上的那些老肺残杂的跟他吃掉,但是前提是什么东西,你要提升他的作用,很多时候呢,我们身体的细胞呢,因为太呆猛的关系的,然后整天被起步的关系的, OK,然后又不好好照顾他的关系的,基本上呢,就是还在睡觉的状况,很多人身体的聚氏细胞都是在睡觉,好吗,你要提升他呢,只有一个方法,OK,普氏糖能帮助到呢,其中一个,因为我们有临床实验哦,呃,证明到吃到这个Beta131,这个普氏糖呢,是能提升聚氏细胞的战斗能力的,然后提升他的吞噬能力,好吗, OK,明白了没有,所以呢,脸上的战场太多,特别是这一个,呃,细菌它是能感染的啊,它就会形成囊种或结结啊,这满脸都是痘痘的那一种啊,OK,这个时候呢,痘情就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我个人认为的啊,再怎么也都不可能严重过这个阶段了,你想象满脸都是痘痘,而且满脸都是这种浓,一击就破的那种啊,这个是呃,关键中的关键啊,如果你偶尔啊, 长痘痘痘痘痘的话,那个是其他点,等一下我会跟你讲,不然如果呢,你是这样子的,呃,很严重,你建议第一点,你去看医生,你一定要去看医生,然后呢,呃,皮肤状科我个人觉得有很多啦,你可能可以去听介绍还是听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你就去吧,然后基本上呢,你就可以用自己做一个标准,如果同样一个皮肤状科,你看了两个星期还是没有改善的话,换医生,换医生,OK吗,啊,可以吗,然后,呃, 呃,美容院个人是不是很鼓励的啦,but,用药,药理来说是比较,呃,靠谱的,然后在这里呢,透过吃的方法的话呢,你可以增加intraguard,可以增加益生菌,还有什么东西呢,等一下我会跟你说,好吧,所以呢,在这里呢,痘痘要怎么解决,对付不同的痘有不同的方法啦,OK,阶段逸呢,就是一开始的这种粉刺,呃,一开始的这种粉刺呢,如果它并不是迄今引起的, 的话呢,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OK,就是身体的,呃,细胞因子,这个细胞因子,我等一下跟你们讲,另外一个原因哦,如果你们发现到了啊,你们的脸颊,你们的脸颊,呃,左脸,右脸啊,这个脸颊,这个这边呢,如果有,长痘痘的情况的话呢,有可能,很大的可能性,就是蛮重引起的,你的枕头套那个蛮重引起的, 然后,当然,你用的那些刀位有可能呢,你擦了,你想像一个啊,你擦了你的,呃,尸密部位啊,或者是你共用毛巾什么的话呢,你在哪来擦你的脸啊,这一点呢,很容易滋身,好吧,很容易传染,好吗,这边,满重引起,或者是呢,你的毛巾呢,而个人认为呢,枕头套呢,呃, 我看的,我自己follow的那些医生呢,他们给的建议呢,是一个礼拜换一次,如果你们当然可以的话呢,就两,两天啊,或者是一天呢,就每天频繁的去更换我们枕头套,还有我们的毛巾是比较好的哦,好吧,OK吧,然后呢,阶段二,这个时候呢,已经发炎了,这种发炎的情况之下呢,呃,除了医生给的药用之外呢,然后个人呢,你们在外, 里调的那个,呃,内调的那个情况之下呢,你们还可以有什么方法呢,除了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医生菌之外呢,你们可以在涂了药等它干了之后呢,涂一层比较薄的硬加果油,在你们的脸上哦,它可以消炎啊,我个人清测,有效,OK,有效啊,OK,然后这边我们来看啊,所以呢,免疫细胞死亡过多,你们也要加intraga了,这个时候啊,然后炎症加重的话呢,这个 真的是要找医生啊,OK,然后你从那一条也很重要,消炎的食物,煎炸爆炒不要吃,熬夜不要熬,尽量不要给自己有压力,OK 然后痘痘为什么反反复复,因为长痘的根本没有解决,第一点呢,雄激素水平过高,OK,你能做的是什么东西呢,呃,有一些医生他们会给药啦,呃,调节荷尔蒙的药,啊,这个呢,是要根据 医生的经验自己去搭配荷尔蒙药,然后呢,或者是呢,呃,我们以过来人来跟你们说,只能从心平气的开始,好吗? 你认为任何可以让你开心的事情你就去做,OK,尽量避免一切不开心的东西,这个我常常讲的,我现在做什么东西的,好,我都要让自己开心起来,OK,我找的工作我要做的有开心,OK,啊,我不开心了后我就去怎样去做解决,比如说我去旅行啊,我会睡觉啊,我会看书啊, 看我喜欢的书啊,啊,我会打游戏啊,啊,等等等等啊,这一些的方法啊,怎么样都好呢,这个是我这几个月呢,时间出来清测得到的这个经验来跟你们说啦,然后再来呢,如果你的皮脂分泌过多的话,如果是皮脂分泌过多的话呢,你要注意了,是不是你用的这个,呃, 你用的这个洗脸霜,它清洁力过度,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人教你怎样看那个,呃,那个洗脸霜的成分,有一些成分它会自兜的,最主要就是因为呢,它的清洁效率太强,强到把你的角质形成细胞破坏掉,然后呢,你的皮脂也跟它破坏掉,导致呢,你的皮脂它那边就乱掉了,然后呢,它为了要保持, 然后它就分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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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然后呢,导致你的那个角质真身的,然后什么都主宰,OK吗,当然,角质呢,不能乱乱去除它的哦,呃,要适当的啦,我在这里呢,来跟你们说一下,我们的这一个,呃,新出的那一个, Exfoliator啊,那一个啊,啊,它呢,我在陪老师那边听到最主要的一点哦,那个琥珀霜哦,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呢,看能够把你死掉的角质, 去除而不伤害你的身体的活性角质,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洗完脸之后呢,涂一层,涂啊,等一阵子,五分钟,十分钟就跟它洗掉,洗掉过在浮面膜啦,这个是我常做的一个方法哦,好不好,所以呢,这些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就会有长痘痘的奉献,然后呢,吃什么会长痘啊,这个来了,从内条,OK,叫做所谓的细胞因子哦,这个啊,OK, 细胞因子这个东西呢,要讲来呢,你要把这个,呃,科学,你要去读到博士才会学到哦,连我现在呢,也是还在读的阶段啊,我自己呢,也不,不是说是一个完全百分之百的expert啊,但我就是有做功课咯,做了功课一个月,才会跟你们慢慢的去,讲这些东西啊,所以呢,来,我们来看一下,什么东西会长痘, 哦,最典型的就是糖和牛奶,尤其是脱脂牛奶,好吗,然后呢,其实呢,在这边跟你们讲啊,吃辣不会长痘的,好吗,吃辣不会长痘了,吃辣为什么会长痘,呃,在这边呢,很简单来讲啊,辣跟油是一样的咯,它们那边呢,如果会影响你的肝代谢功能的话呢, 你的肝无法把那个毒排掉的话,哈,那个有可能就会长痘出来,然后基本上如果你的肝很强壮的话,当然,很多很多东西因素都会影响,当然呢,又不只是辣跟油,OK,but基本上来说呢,吃辣呢,如果它是能提高你的代谢的话呢,啊,它是不会的,你要看的话,你要看的是基本上是什么东西,呃,可能辣椒加油,啊,你爆炒它,你再吃下去,这些油都氧化了,哈,这个就会长痘, 都好吗,可能你的那个辣椒上面呢,你碰调它之后呢,你放巴辣椒那些,很多很多一起刺激性的东西,好有什么东西,啊,对你皮肤不好的东西,没有一些糖绑在一起,啊,这一种呢,也有可能它会长痘了,不然如果你本身你来说啊,普通的辣椒配酱油的话呢,基本上呢,它是不会长痘了,好吗,OK吗,明白了没有,然后在这边呢,来跟你们说,为什么糖和牛奶它会长痘呢, 这个是,已经是证实了啊,我以前的时候呢,很不明白,呃,我妈妈就喜欢买HL牛奶给我喝的哦,那个时候,呃,喝牛奶,我记得都,我知道它会长痘,我停下HL牛奶哦,我去喝别的牛奶,它就不会长痘的哦,我为什么喝那个我就会呢,哎,才知道哦,原来那款牛奶,哎,糖分很高耶,然后呢,真正让你爆痘的是牛奶嘛,并不是的哦,是糖,所以今天的你呢,吃了冰淇淋, 今天的你呢,喝了其他的,呃,糖分高的东西的话呢,会引起细倒,呃,呃,颐岛素样生长因子,啊,我没有念那么长的啊,我每次都讲IGF1吧,这个IGF1呢,它升高的话呢,它就会刺激皮脂分泌增多,这个刺激还不要紧啊,它增多还不要紧啊,它的那个增多还让你排不出去的那一种, 塞住你的这个脚趾那一边 然后导致黑头暴斗的那个情况 所以呢 有临床实验出来的话呢 拖子牛奶呢 它的脂肪不渐掉 OK 这边的脂肪本来是比较好的一点的脂肪嘛 OK 你把它的拖子拿掉之外呢 它的那个IGF1里面呢 它拿不掉 OK 这个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拿不掉 导致呢 拖子牛奶里面的IGF1呢 往往会比拖子牛奶还要高 然后呢 你的暴斗几率就更加的高了 OK吗 大家明白吗 OK吗 明白了没有 有临床实验室出来是这样子说的的 所以呢 牛奶它会刺激 因为呢 它有IGF1在里面的原因 OK 把它其实来讲 它的含量不高 糖分比较恐怖 糖比较恐怖了 它的刺激性会比较高一点 好吧 OK 所以呢 在这边呢 能挤吗 豆豆 能挤 但是最好是不要自己来啦 因为呢 这个挤的过程当中呢 如果你不做好清洁 和不做好撒紧的话呢 会导致扩散了 你挤出来那个豆豆 那个细菌全部也喷下来 那个细菌喷出来的话呢 它就会去 你的皮肤的其他地方 导致那个豆豆扩散 好吗 然后 豆豆长在不同的部位 代表不同的内障有问题 OK 长在什么部位呢 并不能反映内障有问题啦 基本上呢 来看的话呢 脸颊都是蛮重吟起的 特别是如果你 一边的脸呢 长得特别多的话 OK吗 然后一些比较特定的地方 比如说额头 就是你压力啦 剩下的地方呢 如果其他人有说 这个地方代表你的肝 这个地方代表你的肺 那个可行度病不是很高的 只能这样子跟你们说 因为最基本的原因呢 就是这个制度因子 OK 制度因子呢 还有你的激素 乱 然后还有呢 那个地方呢 是你的脚质真身导致的阻塞 OK吗 然后呢 最后 刚才我所说的一点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的皮肤 因为那边打架太旺盛 导致尸体太多 没有清理 聚集在那边造成的发炎 OK吗 所以呢 在这边就大家要知道的一些啦 OK 痘因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痘疤 是皮肤修复色素 暗沉的这个关键 造成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 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这个皮肤 它长了痘痘之后 这些痘痘呢 你可能你修复之后呢 你修复的是表层 里面的这一个 痘痘你还没有修复 就会形成这个疤跟这个孔下来的哈 在这边呢 你们可以什么方法呢 我建议你们可以去刷刷呐 比如说 用豆的话呢 你推荐你们可以用那个 然后呢 用这个 豆拔 豆拔是 然后呢 你们有那些粉刺 什么样的情况 你们可以用 塞西列 还有 那个苦性人参这些酸 再加上 敷面膜等等 这一些呢 真正来说真的是可以改善的 然后以吃的方法 除了平常吃这个益生菌之外呢 你们还可以用的这个方法 就是普聚糖 然后 氧化的油脂尽量少摄取 所以让你 你对你的肝脏有信心 你能够代谢 如果不能代谢的话呢 最终的结果只有会 反应在你的脸上面而已 好吗 然后糖分少摄取 很多时候 并不是你吃油油引起的 是糖啊 糖引起的 然后在那边 来 我们还没有讲完 我再来另外一张啊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护肤品啊 就是我们的面膜啦 OK 就好像刚才我所说的 我们的表皮 我们去仔细去看一下的话呢 几乎都是角质层 几乎都是角质层啊 什么是皮肤呢 皮肤是隔绝 我们内部跟外部的最主要的一个防护层哦 就是因为有皮肤的存在 我们的身体呢 才不会免受细菌病毒的这个打扰啦 然后第一点呢 它可以保住水分 保暖作用 阻隔作用 然后呢感觉感知 然后产生维生素低啦 只要你有晒太阳 好吗 然后在这里啊 先跟你们说啊 你皮肤表面80%以上都是这个角质形成细胞 OK吗 你的角质是不是活性还是死死掉的角质呢 就 depends on你的这个角质形成细胞 它是活着的状态还是死掉的状态啦 好吗 这个受涂状细胞没有这样重要啦 角质形成细胞占了80%以上哦 所以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角质形成细胞呢 就是在这里的 OK 角质形成细胞主要的功能是抵御热量 紫外线脱水 病原细菌 真菌寄生物 病毒等这些因素啊 来跟你们说一下啊 你的 你要让你的脸哦 痘痘肌 痘疤 痘疤 还有什么东西啊 黑斑 皱纹 这些东西你要让它全方面不见的话呢 最主要就是呢 你试试看能不能让你的这个角质形成细胞活下 活上来 因为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角质细胞形成细胞呢 在你的皮肤已经是死掉的状态 很多时候你才会觉得哎 为什么我的皮肤这么多年呢 它还是不能改善 即使它没有长痘了 OK吗 只要让它活化都可以的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皮肤啊 都有这个代谢功能的 每一天都有的哦 啊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都是能够改善的 OK吗 每一个人他都能改善的 我们只要活着都能的啊 因为你的皮肤不可能死皮 一辈子都在那边哦 然后呢你只要你摸着你的脸 你可以你的脸哦 感觉到你的手在摸它 证明你的皮肤那个细胞还是活着的 还是有活性的 好不好 所以呢 什么时候护肤呢都不会太迟的 OK 来我们来看第一个 来首先我们来看啊 我们的鱼威的成分呢 有八种玻尿酸 神经鲜胺 Moistious 高酸 玫瑰高 肝细胞 普吉瓜糖 符勒西啊 我就讲比较重要的哦 比较重要的跟着佩莉老师啊 OK我会讲 符尿酸 神经鲜胺跟符勒西啊 来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符勒西 OK 符勒西呢 他呢 我在 你可以去Google自己去找啊 你只要找 符勒西的那个临床 时间都可以看得到啊 他有超过三万篇的论文发表 OK 这么多年 从1970年开始就研究 然后到了1996年呢 呃 克利斯默的这个团队员 科学家的啊 这是用了C60的符勒西 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啊 然后他用在哪里 他用在皮肤上面 证明了这个符勒西呢 他的抗氧化程度是比维他命C250倍 维他命C我们不能否认他非常高抗氧化 他对我们人体肯定是好的 但是呢 他他的不稳定性不安定性太高了 进到我们的身体他很容易被氧化 再来呢 一般上 维他命C停留在人体体内呢 基本上就是四个小时左右这样子的 好吧 然后呃 超过的话呢 诶 他就会 排出我们的体外咯 啊 所以我们要定时的一直去补充 他是比较好一点的哦 然后 再来呢 福乐西呢 他是专门为皮肤打造的哦 哦 研究这些 论文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的共同点是什么东西呢 他呢 第一点他可以黏在我们的表皮上面 我们的皮肤上面呢 他是属于安定的 OK 他不会很容易氧化的时候 不会 他黏在上面过后呢 他会把你皮肤上面 因为子外线所造成的自由基 造成你皮肤老化的这个自由基 全部给他细掉 这个是福乐西他厉害的地方 所以呢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呢 他也是间接来说 他能够帮助你防晒 他能够帮助你防晒之后的修复 这个是福乐西他厉害的地方 OK吗 当然 你们也可以去查看 现在福乐西的价格哦 福乐西的这个专利啊 最大就是日本 最大的日本 现在中国也是找有这个科技有去量产 都有了 哈 把最大的还是这个 呃 这个 日本哦 然后呢 他是算是元首了哈 好吧 所以呢 这个福乐西他的安定性跟安全性呢 甚至是敏感肌跟雷射的手术都可以用 在这边呢 我跟你讲啊 这个是适用全世界的人 只要你是人就可以适用啊 OK 今天的你是敏感肌都好 今天的你是很严重的痘痘肌都好 今天的你是痘疤肌都好 今天的你呢 是怎样的烫伤的皮肤 怎样的皮肤都好啊 都好啊 你可以用的成分 福乐西 玻尿酸 不会有错 OK 绝对不会有错 明白吗 所以呢 我们的这个Hydra Plus 我可以很敢的跟你们说 都可以用哦 都可以用 适合用在所有人的皮肤上面 OK 所以呢 在这边呢 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一些 他们出来的这个报告啊 第一个就是福乐西的它的高抗氧化程度 比起维他命C的种类 所以呢 它的抗氧化 第一点它的抗氧化 它能够持久 持久之外 更重要就是它安定 它很稳定的能够粘着在你的脸上 所以在这边哦 如果你们哦 要出门来去找人还是什么的话呢 你们敷这个面膜 敷了之后再出去哦 它能够帮助你稳定的在你的脸上面 啊然后呢 啊帮你吸掉那个 因为 脂外线所造成的自由基 老化眼熊嘛 这些东西 好吗 OK吗 来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玻尿酸啊 来我们看这个啊 这个video一下 这个瘟了是产品啊 先吃什么 没有感觉 不要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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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边大家看得到吗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呢 我们的mask里面 它的这个精华液 是非常非常的水润的 对吗 很水润的 对吗 很多时候呢 有一些面膜呢 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比较浓稠一点 然后敷在脸上 原来它并不是有效的 所以可以抽这个video去看 这个video呢 大家都可以去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follow这个 这个抖音博主的 它是浙江大学物理 物理系统业的 也是非常 有这个讲话 是非常有那个power的 然后它有自己的实验室 全部自己去做那个实验 然后在这边呢 可以看得到透过它的video 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呢 原来玻尿酸呢 如果它的它越浓稠的话呢 只能附走在表面 它的成分呢 是属于大分子玻尿酸 基本上呢 你涂在你的脸上呢 就是涂一个安危一半的 它不能够被你的这个皮肤所吸收进去 好吗 然后呢在这边呢 大家可以看得到 也可以看得到就是呢 哎 我们呢 以为的 哎 为什么那么水 一开始不知道 还以为它是水来的吗 哎 其实呢 并不是的哦 因为它是属于小分子玻尿酸 然后呢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博主 他所签的这个玻尿酸的这个成分 好 这个成分呢 我也帮你们check咯 OK 这个博主呢 他只要在他心中过关的这一个 这些护肤品啊 食品什么东西都好了 都是属于非常好料的东西 然后他就列出来咯 啊 这些玻尿酸是非常好 等等的 之类的 然后呢 这些成分呢 OK 也在我们的 以为的Hydra Plus那边呢 也有 而且比较还要多 小分子玻尿酸 我们有八种 他有四种哦 啊 然后呢 我们这个八种呢 都是能够渗透到 我们的肌肤的最底层 做更深层的保湿 所谓的深层保湿呢 呃 如果你听了在美容师讲啊 它孵在你的脸上的话呢 如果你感觉到 你的呃 皮肤 并不是那种水润润哦 有一种粘粘那种哦 感觉吸不进去的话呢 啊 可能是你的皮肤 啊 它吸收力 呃 也不是不能怪你的皮肤 可能是那个成分有问题啊 我这样子讲 只要你用的是这一种玻尿酸 能够经过合格检测的这个玻尿酸呢 而且呢 它 能够进到我们机体层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呢 我们的脸哦 敷起来后 它是一种轻松的感觉 不会让你的脸部有负担 有粘粘的那种 有热气的那种感觉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MAS的这个 它的特点 好吗 所以在这边 呃 玻尿酸的浓度越高越好吗 并不是的哦 肌肤吸收能力有限的 高浓度的玻尿酸 反而应自定能处 吸收变慢 甚至是无法吸收 OK吧 然后我们的 HydraPlus的这个面膜呢 它是经过反复调配 一直反复反复之后呢 啊 然后在这里呢 呃 是属于黄金比例的 OK吧 在这边呢 你们去敷了之后 也可以感觉到 非常明显的 不同的变化哦 然后 我们的 普通玻尿酸 比呢 我们第一点 小分子 分子很小 所以呢 能达到我们的 补水低沉 然后呢 它有八种分子的啊 这个是我们 玻尿酸 它厉害的地方 OK 所以 大家知道了之后 哎 玻尿酸呢 并不是要 越浓稠越好啊 反而是相反哦 越长得像水越好 然后你 你不用 不用怕啊 会用水 是不是用水待天 你敷完之后 你自己看不到 那个效果哦 好吧 来 再来 我们来看一下 神经线胺 OK 另外一个成分 所谓的神经线胺呢 它其实呢 本来就在 我们的皮肤上面 OK 然后呢 它是做什么的 它神经线胺的工作 就是 OK 我们讲哦 宝氏 宝氏啊 宝氏其实就是 神经线胺的工作 好吗 防止水分流逝 是油的工作 锁住水分 是油的工作 脸部的油脂的工作 好吗 所以你们也可以搭配 硬甲骨油涂在脸上 然后在这里 它呢 不要让这个水分流逝的话呢 宝氏的话呢 是神经线胺的工作 它一般上呢 就在我们的脸上是有的 但是什么东西 最容易破坏它 你们知道吗 我看了临床实验 原来洗脸霜 是最容易破坏神经线胺 OK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清洁力越强了 我们讲所谓的 质痘因子 等下来给你们看 什么样的洗脸霜 它是会有那个质 很容易造成 你有痘痘的 这个皮肤的 我会教你们 分辨那个成分 然后在这里呢 是跟你们说 神经线胺呢 如果流逝的话 不要紧 你只能去补充它 可以 你只能在后期去做补充 我看了很多的临床实验 这个绝对没有错 好吗 所以呢 神经线胺呢 是我们的这个面膜里面 有另外一种成分 OK 它本来就是属于皮肤的成分 你去补充它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OK 再来我们来 看一下一些题外话 来第一个呢 紫外线呢 是真疲劳化的元凶 所以在这里呢 做防晒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本来在这边给你们说一下 脸部的防晒呢 因为现在每一个人出门 都戴口罩嘛 对不对 戴了口罩 请不要再涂防晒的东西了 好吗 不涂 口罩呢 本身呢 它已经是有防晒的效果的 如果你再涂这个防晒的东西 有一些人呢 他会很容易长痘 因为他会晒 晒了之后 再加上你的这个空气不流畅 不流畅的关系呢 会让它呢 更加容易导致 有你的皮肤不好的这个问题 好吗 OK 然后呢 在这边呢 有一些人喜欢涂的防晒之后去游泳哦 来跟你们说一下呢 大部分的这个防晒的物品里面 有这个叫做Oxybenzone的那个成分在里面 然后呢 会破坏海洋生物的 最好的话呢 还是穿防晒服 还是比较好一点哦 防晒服 防晒眼睛等等啊 然后适当的 如果真的要下水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涂在你的脸上 这样子就好 不用涂在全身啊 全身呢 去穿那种防晒服会比较好一点啊 OK 所以在这边 大家看得到吗 我们的皮脂末健康是这样子的 不健康是 它已经是伤到我们的这个表皮 这个地方 脚制成在这里了 都全部被伤 你只有让它活化 活化的关键是什么东西 除了那一条之外 外部呢 你可以用油 用玻尿酸 用神经鲜岸 用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些福乐锡等等啊 都可以帮助 让这个脚制成给活化出来 然后呢 定时的 硬叉盖真的很重要 硬叉盖负责把你这些已经不能用的吃掉它 然后当然你可以用 exfoliator啦 作为代替刷酸的产品 因为呢 刷酸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的嘛 有一些人 他会让他皮肤越来越严重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比较温和性的 我们以为的exfoliator 这个exfoliator呢 它可以帮你把这些死掉的食品给去除掉 OK 死掉的这个角质啊 我喝一口水一下 不好意思 好 来 那再来 操一下啊 OK 很多时候呢 比较便宜一点的这些化妆品呢 它们有一些自动成分在里面 护肤品化化妆品啊 第一个呢 就是羊毛纸Lanolin Petreatum OK 这个 呃 金蜡纯啊 都会有的啊 然后呢 甚至是呢 你只要看到那些 呃成分里面呢 什么什么什么 isopropyl Icetate 这些全部都是属于自动成分 该有很多啦 你们自己去看啊 我不要破坏别的公司哦 你慢慢去看就好了 基本上呢 在 呃 我们的唇膏化妆品 真酬剂上面都会用到很多 呃 还有什么东西呃 有一个黄色的哦 啊 B开头啦 我不要讲到这样清楚了 那个也是放很多啦 所以不建议大家吐在脸上哦 你吐在你的紧张是没有关系的 好吧 脸 不 因为脸的那个皮质线 他太 他太旺盛了 好吧 然后呢 卸妆水的本身清洁能力就好 一般彩妆也不容易长流 即使少量彩妆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过度清洁 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脚制成有他的代谢工钱 他能自行去脚代谢的 有一些的我看到他们呢 用了卸妆品啊 涂了一层又一层 OK 讲要彻底的清洁 怕到要死 坏一次妆了 他卸妆水之后呢 再洗多几次点 那一个啊 这个就叫做过度的清洁了 第一点神经线按肯定流失 第二点呢 你的会因为太过干净的问题 你的皮脂线 他就会乱乱的分泌 为了要保湿你的脸 OK 然后呢 就会导致你的皮脂分泌旺盛 皮脂分泌旺盛的就是会 只懂啊 OK OK 刷算呢 在这边并不鼓励任何人去刷啦 虽然我是靠刷算去救回来 酸有很多种那枯性的忍二酸 是羊酸啊 Azlic Acid啊 OK 这些都可以去 当然我们有新的这个代替啊 就是这个Explorator 适合任何人都不用了 你们都可以用了 好不好 一个礼拜用两到三次就好了 然后呢 要关要注意皮脂末的几点 不要平凡洗脸 OK 洁面过度肯定会长痘 OK 也不要经常用那些去角度去角度的产品啊 因为呢 呃 我们的皮肤也是有一层屏障 像刚才我所说的 所谓的屏障呢 就是我们讲的那些神经线案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东西的 这一些流失掉破坏掉的话呢 你的脸肯定开始就会出问题了 OK吧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的皮脂的成分有肝油膳脂 OK 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呢 脚刷洗的啊 所以在这里 你要把Risk涂在你的脸上也是可以的 不需要太多 薄薄一层一滴 然后呢 揉在你的轻轻 揉在你的手 手掌上面的后慢慢按摩你的脸部就够了 好吗 脚刷洗呢 它也是我们的皮肤里面本来就有的一个成分 所以大家都可以涂在上面的 没有问题 OK 如果你的皮脂墨的抗瘾作用 失效的话呢 就会有导致烧痒红肿的情况 这些都要去找医生了哦 OK 都是属于发炎的现象啊 来我们再来看啊 以吃的 吃的这个病理学上面来说的话呢 有一些人呢 他们也会有这种 啊 histamine的问题出现 所以医生会开一个药哦 叫做 质养药给你 你们知道吗 啊 那个质养药叫做anti-histamine呢 很多人应该都听过了啊 然后呢 这个histamine是做什么的呢 它释放出来的话呢 就会让你会有痒的情况 眼睛红啊 痒啊 鼻塞 流鼻血 流鼻水 鼻子痒啊 身体很痒 有些红红吐气的整块蟋蟋 发作等等的 这些可能是我们身体的组织胺太多 OK 导致的一个问题呢 所以医生基本上会开这个 anti-histamine给你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呢 你有这种皮肤烧痒的问题的话呢 你可以 可以 呃 吃这一些食物 OK 这边是属于 histamine比较低的 组织胺比较低的食物都可以吃啊 然后呢 刺激身体释放组织胺的食物呢 酒精 坚果 巧克力 番茄 柑橘类 水果 食物的燃料 这些都会刺激 好吧 然后呢 呃 非常高 high histamine的食物呢 是有这些的加工食品 avogado 酒雷 带壳 海鲜 干燥水果 菠菜 茄子 花椒后的食物等等 OK 也不要问我为什么没有办法研究出来 它就是会刺激到我们的皮肤 好吗 啊 所以呢 在这边呢 大家就会比较去注意一下 OK 然后呢 我们身体呢 释放组织胺 也不是说完全不好的啦 刺激我们的胃酸分泌血管扩张 通透性增加 气管收缩 最主要就是呢 会让我们的皮肤表面发炎 然后呢 有一些会有水肿的现象 OK 所以在这边大家就看一看啦 如果你们真的是有这些 面对烧氧的问题呢 可以从刺上面呢 去改善一下 OK 所以呢 面对皱纹片呢 OK 有皱纹的朋友们 第一点 玻尿酸很重要 OK 第二点呢 吃多一点维他命 天然维他命A高的食物 维他命A高的食物啊 不要去吃那个维他命A的那一个 supplement啊 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啦 然后呢 如果你要 让你的皮肤高抗氧化的话 除了你外涂那个福乐C之外呢 我们的面膜之外 从内不吃的话 你可以选择维他命C高的食物 第一名就是guava 这一些都是非常高的 比起其他的食物哦 guava kivi 灯椒 灯笼椒 然后srawberry 橙 papaya broccoli tomato snowpeas ql ok 这个是维他命A高的食物啊 也是高抗氧化的啦 这些都可以吃 就是sumflower我不鼓励啦 sumflower很多都是加工过过后呢 去吃天然的坚果好吗 avogado spinat ok 来接下去啊 ok 抗有看痘呢 呃就可以用这个 耐克特末 这个你可以 看看就好了啊 我不是很鼓励你们自己去用哦 这个只是 A基本上你去真的是去找医生的话 然后他会配这些东西给你啦 ok 如果你的皮肤的已经是属于严重受损的情况建议呢 你们用氨基酸高的洗面奶 氨基酸高的洗面奶呢 自己去找啦 自己去找啊 会有很多人推荐给你们啦 然后呢 玻尿酸绝对没有错 听我说啊 玻尿酸呢 你就绝对可以了 这个我要 强力推荐就是玻尿酸而已啊 OK 然后来 基本上呢 我的课就到这里 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大家 130个人今天 过不到150个啊 OK 来有问题吗 我今天觉得讲的不是很好啦 可能第一次讲的关系啦 有机会的话呢 我会讲第二次第三次 让自己熟悉之后再讲给大家 因为我的脑子的那个信息 那真的太多了 要整理起来的时候 那个时候真的是有点心服 OK 我到最后一秒 最后一刻呢 我还在表述啦 再看看有什么东西 可以加进去 加进去 可以去讲出来的哦 OK 来 各位 有什么问题吗 啊 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啊 你们 你们很 嘴巴很甜 你们嘴巴很甜 抓到我几个重点吗 只要把那几个重点抓 抓到就OK了 我觉得 少吃牌很重要 熬夜这个课题 我会在智力神经那边跟你们讲 OK 试证吃什么好 intraget 你需要intraget OK 一天三包 早午晚饭后 OK 去角色双 天天用啊 我个人认为不需要啦 个人认为不需要天天用啦 OK 你可以用在其他身体的 其他部位也没有问题啊 个人认为是不需要 我个人是两三天用一次 两三天用一次 OK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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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重点吗 事情 事情抓到重点吗 你很努力哦 你真的是我看过最努力的年轻人 虽然有很多年轻人也很努力的 你的学习精神是所有年轻人 都需要跟你学习的 什么时候都失望我都看到你哦 OK 来我们来看一下 经理用 想问公司去角色参拼 也是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可以两三次 两三次没有问题 OK Good sharing啊 Thank you啊 Thank you啊 but I think today not not so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有老人班要怎么做呢 哦哇老人班 老人班是一块整块班 呃你用它 因为老人班哦 它是那个那个色素膜 它沉淀在比较深层的 那个我们的真皮那边 已经在比较里面了 OK 面膜呢 是说啦 它能去到里面的 我们的那个玻尿酸 我们神经学能在那边 做一个修复的那个作用啊 你可以试试看用好吗 你试试看用 OK 有没有效果 你再跟我说咯 原理来讲是可以帮助到的啦 不管是什么机服都好 OK 你用那个Explorator 洗了之后呢 然后浮面膜 那你们看啊 那个面膜的精华是不是很多 我个人是怎么用的 你们知道吗 我浮一层面膜嘛 对不对 第一天浮咯 剩下那个精华 对不对 你倒来管里面咯 倒来管里面 我就特地把它收在冰箱 然后我收在冰箱 提高它的活性的啊 我收在冰箱的然后隔天 隔天呢洗完脸啊 什么什么之后呢 我就涂一层 OK 我就涂一层 在脸上倒一层了 基本上一包一包那一个我可以用三次面膜一次 然后两次的那个精华液啊 可以可以用多两天的啊 是这样子两天三天啊 都可以用啊 然后呢 这个东西呢 呃 你就跟他涂 我我涂了过后 我就是之前的时候有豆瓣的时候嘛 为了要修复这个豆瓣 我就我就放Azolite Acid 我有放Azolite Acid 所以现在那个豆瓣什么东西都不见掉 我是有这样子去搭配的啊 所以是 现在就有那个Explorator出来嘛 你就放那个Explorator 洗完过后 洗掉之后啥十分钟啊 这样子你洗掉之后呢 啊你就涂面膜啊 或者是涂那个面膜呢 洗人啊 隔天你这样子去涂了 都可以 OK 颈部长痘痘 颈部长痘痘 颈部长痘痘啊 我再check给你看啊 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什么东西 再讲给 我有读过这个课题的 我忘记掉了 OK 来我们来看啊 谢谢啊 不客气 17岁的脸长得很多青春 都吃一天 快一天要吃几包 OK 你要全方面解决痘的问题 你听我的话啊 OK 你听我的话 第一点糖要少吃 糖一定要戒 能戒多少戒多少 点粉那些东西哦 他吃的饭啊 你都要换掉 米粉什么 深糖指数高的东西 全部跟他戒掉 能戒多少就戒多少 不知道你哪啊 糖是关键 第二点呢 你可以给他一天六包 六包 OK 这样子吃 先开始罢了啦 开始吃 后面你可以减少的 没有关系的 OK吗 然后呢 你吃的东西呢 比如说你觉得那一餐呢 你觉得有点油腻 你就配一杯lemon water 你学我的方法 你配一杯lemon water 好吗 然后呢 益神经高的食物呢 吃越多越好 比如讲 泡菜啊 比如讲服务炉啊 比如讲你要买优格 优格也可以的啊 优格 OK 优格这些东西你就吃了 OK 你可以把这个优格当下午茶 什么样子 你被自己喝下去 被你的孩子喝下去 好吗 你就努力这样子给他 然后 清洁呢 一天基本上两次就好了 OK 一天基本上两次就好了 然后呢 Explorator你要用 你可以 你也可以敷面膜 可以 我个人的改变哦 我做个改变哦 我敷了面膜是敷了几次啊 因为我这样子 一片面膜可以用三天嘛 对吧 可以用差不多三天 有的时候我还用四天五天啊 然后这一个 我差不多用了15片了 15片的面膜就可以看到改 改变了 就可以看到了 OK 然后平常你可以搭配一些保湿的一些产品什么的 你不要你要专注以为的产品 当然也是可以的哦 Explorator先用 用的时候 因为你要把你的那些脸的那些东西 肮脏就给去除掉 你去除掉 并不是讲洗脸就能了 你洗脸太过清洁了 你的脸呢 会受伤了 所以呢 你可以搭配Explorator 做一个生成的去除 OK 给它干净了 你在后面膜 然后隔天 你在剩下那个面膜的精华 你在跟它涂了 在隔天在涂了 用给它完为止了 好吧 不多15片可以 应该是可以看得到效果的了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确斑 OK 确斑呢 是比较难一点 确斑就跟那个老人般一样了 它是比较在深层那个底部 那个东西它沉淀在里面了 沉淀在里面了 OK 以原理来看的话呢 如果Bunas能进到里面 能代替能取代它的话呢 能消除它的位置的话呢 基本上是 你可以try看用面膜 我们需要不尿酸 OK 然后 你要增加它的代谢 你的角质的代谢 它只要呢 从里面 因为这个是你的皮肤吗 表层对吗 这个是你的雀斑的地方 OK 然后你皮肤这个角质 有角质形成细胞 它可以每天代谢代谢代谢 它代谢代谢 然后这个这个 旧的它就会慢慢顶上来 它顶上来过后 你就可以弄掉它了 把这个要时间 雀斑真的是很难搞 很难搞 OK 你可以try看exfolator 你可以try看刷酸 刷酸去找医生 OK 找医生叫医生叫医生 用那些acid的 OK 可以吗 因为我不是医生 你去找医生 然后我们exfolator 但是比较温和性的 它可能会比较慢 但它肯定是温和性能帮到 好 谢谢不客气 呃 去脚质 after cleanser才 对 after cleanser 胆结石做了11 但都不能清楚 身体感到虚了 如果没有感到不舒服 去胆 胆结石和平相处 肯定要常常变密 小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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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你的胆石头太多 OK 第一点胆石头太多 胆的工作是做什么 胆的工作就是要帮你把吃进去的油 化解掉 一定是这样子的工作 胆啊 然后呢 如果你的胆塞的话 胆子就不能出来 胆子不能出来的话呢 呃 它就 就会有这种 你讲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出出现了哦 呃 你可以 不要让他有那个负担的话呢 你可以大量的喝果油看看 OK 只有好油才能降低干 呃 肝跟胆的负担 OK 你给他 呃 六包果油 九包果油这样子吃一天 没有关系 你慢慢增加啦 你不要一开始就增加 你慢慢 今天一包 啊过了一个星期增加两包 慢慢增加 增加到一天六包到九包 你试试看能不能 OK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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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我跟你讲呢 每一个人都有胆结石的 多更少的问题吧 如果真的是很多的话呢 这个就真的是 呃 要排的话呢 干胆排毒 或者是你喝多一点油 喝多点好油 喝很多好油 降低他的负担 OK 以为的Mask可以天天付吗 可以 你有本钱 哈哈哈 有钱可以啊 没有问题啊 OK 谢谢你啊 是 是 韩 是韩 谢谢你啊 谢谢你们啊 呃 是 事情的谁啊 是韩是事情的谁啊 OK Wendy 可以涂什么 好吧 我个人啊 我个人啊 你拂了面膜 加Azlic Acid 人二酸 去找自己去找啊 OK 富贵手可以吃Inchaga 来改 来改善吗 富贵手可以吃Inchaga 来改善吗 正常来说是可以原理来讲 OK 因为富贵手呢 也是身体的细胞敏感因子 OK 发炎因子敏感因子 他们太旺盛了 一身心可以降低他的 普吉堂可以吃掉他 OK 两个了 两个可以绑到你 可以 你try看 原理来讲是可以 好 眼上有黑斑要怎样做呢 黑斑刚才我已经讲了 雀斑黑斑了 OK 基本上都是一个道理的 OK 都是沉淀在底部的 OK 你敷面膜看看 敷面膜了增加那个角质的代谢 基本上是可以绑到的 果油有防止外线作用吗 果油里面含有维他命E 维他命E呢 是多多少少是有帮助到一点 但不是很高 OK 我不知道你 你的意思讲你要涂在 如果你的讲 你的意思讲 你要涂在脸上去作为防晒的话 是没有 不能 OK 不是同一天任何敷三次 我敷了一次对吗 剩下那个精华 对吗 精华就倒在一个罐里面 很多人这样子做对吗 然后那个罐呢 你就放在冰箱 然后隔天 那个罐里面的精华 你就拿来涂 OK 明白了 明白了 OK 我不是已经讲了吗 不需要清洗 我刚才讲了 OK 再接下去了 涂果油是差多呢 后才涂吗 啊果油是最后一个关键 最后 可以 你要重复啊 OK 先跟你讲了 你 胆的工作呢 就是帮助你分泌那个油脂 可以吗 胆的工作 就是分泌 分解油脂 你吃进去的油 只要那个胆呢 他不能做工的话呢 你进去的那个油呢 很难代谢掉了 OK 如果你的胆塞的话 然后呢胆结石呢 是每一个人都有 多还是少的问题吧 如果你多到呢 你已经影响到你的身体的话呢 你可以建议你呢 就喝多一点好油 好油很重要 好油能降低肝跟胆的负担 因为他能够帮助你化解那些不好的这个油脂 OK 然后你可以给他一天六包到九包 然后慢慢开始一天一包 三天三天后一个星期后多一包 再多一个星期后再多一包 再慢慢多多多多多一包 OK吗 面膜后还可以涂面酸精华液吗 是可以啊 但是我个人 不是讲不鼓励 我个人觉得不必要 不必要 不必要 谢谢啊 不客气 涂了面膜要涂什么 我没有 不用不用涂涂 基本上就是你 如果你用那个exfolator 就不需要涂涂涂 不需要涂涂涂 来 便利刺 羊车全脂还是 哪个有效 CELL Pro里面有羊车全脂 CELL Pro里面有啊 你两个都吃就可以啊 你吃 OK 羊车全脂可以 不要吃太太多了 CELL Pro里面的是刚刚好 我那个分量 OK 然后呢便利这个课题呢 讲起来真的是太长了 太多东西讲了 很多时候呢 第一点 女生跟男生的构造是不一样的 女生的便利其力比男生还要高 OK 第二点呢 长期几十年的那种便利呢 可能依靠药物的关系 还是什么东西呢 会导致你的肠道没有那个粘液 粘液没有了 粘液是帮助你润化那个 让那个大便经过走走走走走 那种了 OK 你依赖其他东西会套越来越少了 第三点呢 一神经能够帮助产生粘液 第四点呢 油能够润化肠道 OK 你一神经跟油 如果你吃了一神经 你还是觉得便利的话 就是吃不够 OK吃不够 因为我这边真的是有盘到一天十二包 才改善了 OK OK 可以吗 有这样子的啦 我不知道可以保存多久 我不知道 就是早点用完它 你每天 如果你真的要去做 皮肤的护肤的话 你不可能 又放了这么久没有用了 对不对 不可能 你每天都一定要用它 你才能真正做到护理上的意义 对不对 三天之内可能干掉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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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不用放 我自己要放罢了 因为我喜欢那种 吐在脸上 冰冰冷冷的感觉 OK很爽 哦 哦 彩虹姐啊 彩虹姐你好啊 彩虹姐 好 这两个月吃 injagat after milk 就肚子脏脏 肚子脏脏 你要看一下呢 你吃的injagat 一般吃 你隔三个小时才吃injagat 这样子的话呢 你你不会 马上吃了饭再吃injagat 看会不会有这个现象 因为你已经隔了一段时间了 哦 基本上肚子脏是因为呢 你的肚子有那个气体哦 呃 有时候呢 你的身体哦 呃 要把那些不好的菌 或者是呢 鸟岸酸 不是鸟岸酸 那个叫什么 ammonia代谢掉的话呢 会产生那个气体的ammonia gas 哦 如果那个气体排不出来的话 你的肚子就会脏 哦 很多很多原因的啦 如果并不是影响到人的话 其实不要紧哦 来好了没有 谢谢大家 来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看 D-shirt买了没有 你们 我们还没有到我们这里 哈哈 我们office还没有到D-shirt 哦 买了 你们拍一张照片 拍张照片哦 嗯 发给我看看 啊是啊 彩虹姐谢谢你啊 没有啦 主要是人瘦了哦 瘦 我会教你们真的 瘦啊 你讲几个语言你就够了 不用讲这么多 因为我最近遇到一个客户 我来跟你们谈一谈就好了 OK 那个客户呢 现在有 他一些人工作上的压力 他有一种有轻度忧郁 然后呢 他本来是爱美的女孩子 他就想要减肥 好吗 他就想要减五公斤 然后他的生活是比较好一点 所以一直撤 一直撤 怎样都不能收 他讲 我现在趁机有这个轻度忧郁 我就靠这个轻度忧郁 让自己瘦下来咯 他是怎样子呢 他这个忧郁呢 弄到他 一天一整天不吃东西 他喝一碗的鸡汤完了 OK 他一整天的食物就一碗鸡汤 他就可以去卸肚子 OK 卸了肚子 不要紧还呕出来 把自己吃的东西呕出来 吃虚了一个礼拜 OK 一个礼拜我看他那个 我每天去去去去 他吗 他来找我 然后呢 这个状况呢 持续了一个礼拜 结果他去量他的体重 为什么我没有瘦 大家会问我 我跟你说 你在有这个压力的情况之下 压力和就是所谓的皮自存呢 皮自存呢 他如果在你的体内的话 他会锁住你体内的那些肥有东西 不让他出去 你不可能瘦了 好吗 你就是没有吃东西的 你要趁机靠这个东西减肥子不可能 OK 明白了没有 所以等到时候我会跟你讲减重了 人真的是最重要就是开心了 OK 饭后半小时吃最有效果吗 也没有这样子讲 你要吃你就吃了 饭后吃 OK 饭后马上吃也可以啊 没有问题的哦 好吗 来 还有什么问题吗 朋友们下次了想减重 我会加上智力神经跟你们一起讲啊 很重要熬夜智力神经减重这三个 就一大堆课题可以讲哦 OK 嗯 还有什么问题吗 排尿困难如何 好 检查了 检查了 不是前列腺的问题 怎样排尿困难 嗯 如果不是前列腺的问题就是肾脏的代谢功能有 有问题的 你吃有果油跟Cell Pro好不好 OK 肾脏的话呢 我都推荐吃果油跟Cell Pro 两个一起啊 OK Cell Pro一天两包找碗 果油一天三包找碗 这样子合肯了 好好不好 OK 可以吗 OK 我真的我个人用了这个清测 这个效果哦 真的是不用去运动了 真的都能减重了 减重很重要哦 来 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的课就到这里好不好 各位 OK吗 好不好 好不好 那么 谢谢大家啦 今天是9点14分了哦 OK 真的怕我两人来有啊 我还是绑牙 好 来好 谢谢大家哈 OK Good nigh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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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dol 中文字幕提供